現場爆出來的蝦餅圓圓的一整塊 老闆會請顧客試吃 但一旁怎麼還有這長條形的呢 其實這才是傳統的蝦餅 蝦子都是我們那個薄梅子 那時候在長期 極速冷凍 連下四十分 大頭蝦 硬蝦 開射蝦子 都是開蝦子 冷凍庫裡的海蝦 要拿來做蝦漿之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直接直接加蝦子 蝦子變成白色的 比較不會有黑色 還是說我們在吃蝦子餅的時候 有蝦子在那裡看 去除眼睛的海蝦 經過絞肉機絞碎 猶如紅色的麵條 現在要來做黑粿了 這就是我們的玉米粉 要攪拌均勻 做成我們蝦子餅的原料 攪拌到它的精心有出來 這樣 對啊 我們要留我們的結論 這個 它的作用就是 我們蝦子餅的發佈 我們蝦子餅的通脹 吃起來會鬆會脆 就是靠這米這樣 兩邊煮 它這步是我們最關鍵的 裡面不可以有空氣這樣 要有紮實度 這個鎮也是要有這個聲 空氣都直接要出來 做好的黑粿要送到 以後大火蒸兩個半小時 要灑大火 灑大火 我吹兩邊煮沸 這樣它會燙 我們會燙兩天 燙之後它就切片 我們如果我們看 這個 剩出來的就是 特地一定都是很平均的 那兩邊煮 太高它的就是 雷燙 而且又太多的燙 太薄 它就是吃起來 太多的膨脆 沒有那個口感 那兩邊煮 我們就是 我們感覺這是 黃金體力這樣 黑粿的日光浴室 採光照為頂 桌上黑粿擺得滿滿滿 日在時間不同 色澤就不一樣 一般 我們傳統的就是 在豆米這樣打 這樣我們感覺不太原先 會有一些膠子來時 或是說 會有一些風筷刷 所以我們就是 該用那個 粉末在灑大火 這樣打要灑兩天 就看暖天還是冬天 兩天後大費周章完成 看來猶如塑膠片的蝦餅 終於可以下鍋油炸了 油炸的清洗得比較順 油炸的蝦味比較脆 對 比較好吃 嗯 這個就沒有辦法吃 因為蝦味比較香 對 因為它那個感覺就是 沒有太多的味道 油味比較重 都不錯 都很好吃的 蝦餅爆餅各有所好 傳承三代45年的蝦餅店 兩種統統賣 每個顧客都不放過 旁買一乎 豬炸的漢堡 他們不 Meyer 無什麼 做回去 乳酷 太洛蝦了 跟著